综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国会山报21日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周一表示 只要需要美国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支持 在蒋迦达与印度尼县国防部长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 奥斯汀回答了一个有关乌克兰局势的问题 他说很难预测事态将如何发展 会按照什么时间表 但只要需要我们就会支持乌克兰 美国防长指出 美国方面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200多亿美元资金 他还说到目前为止 他们在战场上非常成功 我们已经看到他们在基辅战役中击败了俄罗斯人 他们已经夺回了哈尔科夫 最近他们还夺回了重要城市特尔松 我们已经在战场上看到了一些胜利 随着进入冬季 我们将努力让乌克兰做好冬季作战的准备 使他们能够在冬季继续给对手施加压力 奥斯汀补充说 我们的重点是全城支持他们 他们的重点是夺回每一寸主权领土 奥斯汀还说 他相信乌克兰方面将会为冬季战斗做好准备 由于美国提供的支持 乌克兰将比他们对手的状况好得多 国会商报指出 在国会中期选举后 共和党赢得了众议院 并将在明年1月开始的下一届国会中 占据多数席位的情况下 美国政府是否会像今年那样向乌克兰继续提供资金存在疑问 报道称 虽然为乌克兰军方提供资金得到了两党广泛的支持 但对乌克兰其他形势的援助一直存在阻力 美国共和党议员马乔里泰勒格林上周提出了一项法案 将对全乌资金进行审计 这项法案得到了一群共和党议员的支持 而对实际上有多少美国资金 被用来帮助保卫乌克兰 议员们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质疑